古妖民俗博览区 景德镇陶瓷之旅 让我们继续探索景德镇的其他地方 古妖民俗博览区 古妖民俗博览区位于景德镇市中心 这是一个以陶瓷为主题的公园 这个五位级国家公园 集中展示了景德镇陶瓷非物质文化遗产 博览区分为两个区域 一大部分是古陶瓷窑炉 另一部分是景德镇历史古建筑民俗博览区 古妖博览区是一个大型景观场地 也是一个活着的博物馆 主要包括陶瓷展览 陶瓷制作工坊 手工生产陶瓷流程展示 练泥 拉劈 印劈 利劈 晒劈 刻花 石油 烧窑 彩绘 等等 游客可以看到 从唐朝 宋朝 元朝 明清时期 不同风格的古妖 包括古妖复烧仪式 还有视频演示古妖点火 曾经的使用情况 古妖民俗博览区 是要付费购买门票的景点 每人95元门票 游客在古妖博览区能看到些什么 视频演示讲解 对松木烧制窑有清晰的介绍 例如青代狮子窑 青代镇窑 明代葫芦窑 元代包子窑 宋代龙窑 这些不同形状的古妖建筑 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 但是 其他古妖 是后来人们重新建造的 您还将有机会参观 烽火仙师庙 唐英纪念馆和红殿 唐英纪念馆 是介绍都陶官唐英 在景德镇历史生平 红殿是陶瓷礼品店 主要销售景德镇瓷器 以复古陶瓷为主 更有趣的是 景区内还有不少手工作坊 游客只需支付少量费用 就有机会体验一下陶瓷制作 这些机会 或许可以帮助你 更好地了解陶瓷文化 在民俗博览区 人们能看到什么 民俗博览区 有明园 清园 历史建筑12座 明园是由8座古建筑组成 包括祠堂和古民居 从1987年 明园内的古民居 被精心地从原来的村庄搬迁到博物馆区 确保他们得到保存 公子孙后代欣赏 走在这些房屋时 您将穿越时空 以独特而真实的方式 了解700多年前明朝的生活 清园 走进清园 您会发现四座古老的清代建筑 这些古民居 被精心从原来的村庄搬迁到博物馆区 得到了保留 让游客体验原汁原味的清代建筑 通过探索这些历史建筑 您可以真正沉浸在500年前的世界中 领略清代建筑的美丽和精致 走在博览区现场 人们仿佛与外界隔绝了好久 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完美融合 让人们体会到博大精深的陶瓷文化 在美丽的花园中 走在陶瓷书法长廊 悠闲的漫步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 陶瓷乐器馆 游客可以在湖上的凉亭里 欣赏陶瓷乐器的演奏 你知道这些陶瓷乐器是如何制作的吗 1985年 陶瓷乐队成功研制出 以陶瓷板为主要材料的 词欧 新型 民族打击乐器 这套陶瓷乐器采用优质黏土 按照乐器工艺要求精致而成 此外 陶瓷乐器发明 还获得了中国国家发明 文化部颁发的引讲 陶瓷乐器听起来像什么 演奏时 声音清脆悦耳 其声音纯净优美 音域和音量适中 让我们一起欣赏 瓷器乐器的旋律吧 音量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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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